在兰州一家戏餐厅内金发高碧梁 有着典型欧洲面孔的乌克兰姑娘阿尔维娜 在厨房准备着家乡分位猪排和调料 等待着顾客光临 90后的阿尔维娜在中国定居于有4年 如今已是兰州儿媳妇的她 与老公开了一家乌克兰分位餐厅 应推出乌克兰分位猪排 赋予干股辣椒 定西土豆 兰州百合等特色套餐而受到关注 阿尔维娜告诉记者 乌克兰人喜欢吃猪肉咸鱼等 制作方式以煎炸为主 口味偏甜 而兰州人喜好烤羊肉 口味偏辣 如何将这两种饮食习惯 及口味巧妙融合 她不断进行着尝试 在最初经营店铺过程中 阿尔维娜发现 顾客多维外国人 嫌有兰州人光顾 为吸引更多人前来消费 她改变了纯猪排的吃法 赋予当地特色配料 推出具有兰州特色套餐 结合兰州当地口味 我们将乌克兰风味猪排 刷上自制料 并配上蘸料 其原料选自干股辣椒 定西土豆 菜品也从单一口味 丰富到黑胡椒 蜜汁 以及香辣 等多种口味 为保证菜品适合大部分人口味 阿尔维娜 会等顾客吃完后 上前询问 是否对食物满意 并记下建议 再对菜品进行改良 食物进行了中西合并 餐饮方式 也独具特色 如使用猪排时 需用手抓时 阿尔维娜 会在桌布上 画上分区的餐具图形 除此有空闲时间的阿尔维娜 还会去兰州夜市 品尝牛奶唠糟 灰豆子等兰州特色饮料 他计划着 选择一款特色饮料 加入到猪排套餐中 目前猪排套餐 虽然服以素菜配料 但还存在油腻的问题 下一步 计划加入兰州特色饮料 填配子 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阿尔维娜的餐厅暂停营业 随着兰州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蹭营业 逐步恢复营业 阿尔维娜也走出家门 继续经营着店铺 疫情最初的时候 妈妈在乌克兰看到新闻后 打电话过来问我们 兰州这边怎么样 安全不安全 我们告诉她 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在家中 出门的话也会佩戴口罩 我们在家里 家人都好 不用担心 如今兰州的街道慢慢恢复着往日的热闹 对于阿尔维娜来说 兰州是一座有吸引力的城市 等待全球疫情过去 她妹妹一家人也会来此创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